中卫中心生活产业部是协助地方产业商业服务业特色转型及创行运模式的优质辅导团队 我们长期协助经济部推动创意生活事业 OTOP地方产业及商圈发展的重点工作 我们的服务内容从单店的辅导到地方的火化 协助业者导入顾客体验管理 做全面的行销通路布局 从地产递销、地产内销到地产外销 导入数位转型 这些都是我们的服务范畴 市丁商圈它这个地方就是属于观光闲商圈 但是因为京北市这个地方它距离台北市太近 受到有关双北的磁吸效应非常严重 在地方不管是消费者或是说地方居民来说 它不见得会在这个地方做久留 那对于商圈来讲 就会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些营收的发生 对于业者经营上都相当辛苦 市丁商圈这个地方 它不像我们传统看到的一些商业街区那么的靠近 它可能店家跟店家之间它是有很长的一个距离 那也因为市丁它虽然减零的深坑 但是对市丁来说呢 一直以来很难找到它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市丁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叫千岛湖 千岛湖上有个鳄鱼岛 鳄鱼岛这个为主题呢 去发展的就是一个品牌IP的部分 发展出了一个叫淡定2的一个IP区别的人物代言人 也因为呢就是这个是商圈的伙伴们 共同的去讨论 而且去生成出来的一个主题IP 像这样的IP主题呢 其实在实定呢 你会看到它不是只有一个造型 它就好像是实定代言人一样 在不同的各行各业的招牌上面 你会看到泡在茶汤的淡定2 或者说你看到可能在体验不同服务 在吃不同美食的淡定2 中卫这次进到实定来之后呢 其实它很了解我们实定在地的需求 然后也跟着我们一起来解决在地的 面对的困境 那最后呢也帮我们想出了淡定2这个吉祥物 那实定淡定2这吉祥物呢 从一开始的店家的各自己见 到后来呢也被店家逐渐的认同 最后呢也窜起大家对实定的连结 OTOP的部分的话 它其实是地方特色产业的一个桌鞋 所以我们叫OTOP 那其实OTOP这个主题 它在中小企业树它已经推行十几年 在推行的期间呢 那中卫呢也生根了很久 OTOP它其实发展了非常久的时间 那在这几年呢 我们一直在不断的去尝试新的可能性 那所以在去年开始呢 我们就是一个OTOP故事化行销竞赛的一个角度 来规划了大学生去用创意的部分 不同的工具 那不同的媒材 来协助OTOP产业 或者地方特色产业呢 他们被更多人可以看见 我们生活产业部 从单店的辅导 地方的火化 到未来协助业者 数位检检 数位转型 到布局 静零碳排 这些都是我们未来推动的重点 我们提供为中小型企业 最适切的辅导资源 这是我们的承诺 欢迎大家带着需求 来找我们讨论